中文字幕提供 功課 它不是功課 它不是作業 它是每個人的創作 所以說 每個人創作時間跟方式一定不一樣 那我只能盡量做到 協助他創作 而不是指導他去創作 一句協助 而不是指導的教學方針 一做就是十年 這天是台北市土地關懷紀錄片的頒獎典禮 台上播放著謝老師與孩子們 共同合作的影片 而在台下的人群中 正有一雙純真之眼在閃閃發亮 它是秋寶堂 專注拿著攝影機的稚嫩模樣 是十年前的它 個性內向的寶堂 謝老師用攝影 給了它屬於自己的自信 也在這次的合作中 证明了師生間 永不會消失的默契 我是謝忌煌老師第一屆的學生 一起弄了很多影片 然後這一次參加了一個 原鄉堪查土地關懷創意影片 就有入圍就很開心了 比賽其實不是個目的 但是就是說對孩子來說 孩子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自信 那甚至可以有一些獎金 然後讓他們能夠完成其他的夢想 大家有聽說這好意 獲得佳作的有 陳福國小 陳澤宇 陳福國小 陳銀秀 陳福國小 黃竹軍 福山國小 陳書琴 陳福國小 黃照甫 中角國小 劉伊亭 陳福國小 蔡奇亮 有些孩子呢 他畫圖他有天分 他可以用畫畫來表現出他的想法 可是有些孩子不是 他可能功課是班上最後一名 他可能他的表達能力沒有那麼好 可是他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看世界的方法 沒有機會讓大家知道 可是透過相機 他只要按下快門 就在那一瞬間 他的很多的想法跟觀念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部分 謝老師他其實很用心在教導學生這個部分 尤其他對這個活動非常的支持 因為其實他也有講到 這個活動是對於學生一個教育最基本的一個內涵 跟一個協助 那才是最基本的 那也看得到 也看得出來 他很替學生去爭取相關的一些資源 來幫忙學生 達到他們所想要做的東西跟事情 我想這是一個身為教育人 也是應該最基本 應該有的一個態度跟一個理念跟一個想法 我想從謝老師身上 真的可以完完全全表露無遺一個教育人 有的熱情跟一個愛心 真的很令人感動 這樣的熱情與愛心 從謝老師對著牆上作品 匕首畫腳的動作之中 表露無遺 一幅幅的作品 無論得獎與否 作品中成長的證明 與自信的展現 就是老師引以為傲的孩子們 所給予他最大的禮物 讓我們回到城府國小 今天可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呢 沿路上的藍色裝飾燈 是一面掛滿一幅幅攝影師 孩子們的作品專牆 今天正是一年一度的 城府音樂會 校長與謝老師對燈光上的擺設 進行最後調整 而這熱鬧與緊張的氣氛 也感染今晚將擔任小小攝影師 為大家進入精彩的孩子們 你們待會打算要拍什麼 就是拍他們在表演的過程 然後他們在收集這邊 你演完之後跟我拿這一台 這台已經有了 你拿這一台 你用兩台 你拿這一台 我要看這兩台 我們知道拍的狀況來看 而且我想今天的師弟音樂會 他的用意是在於 讓小朋友展現多元的才藝 多一個舞台 讓學生來展演 他相信他們今天 一定會表現得非常的棒 邀請現場的朋友 我們倒數10秒 來揭開今天師弟音樂會的序幕 我們倒數 10 6 8 7 6 5 7 6 3 4 1 4 就在數到0的那一刻 隨著主持人的手指望向遙遠的天空 一發發炫爛煙火在夜空中綻放 為今晚活動拉開了繽紛的序幕 和小小攝影師們也準備大展身手 將為大家在今晚的活動當中 記錄下最美好的一刻 這次是我們使用伊拉斯機孔 2 1 2 1 1 1 那个疯狂的是我 I love you 我一直有酸硬性的翅膀 带我飞 给我希望 在镜头里的世界 可以是纷乱吵闹 也可以是曲解事实 但谢老师与他珍爱的学生们 则是用镜头代替了最纯真的双眼 他们不加工也不矫情 但却能拍出最令人感动的生命原色 这部影片是介绍的城府国小 透过水草堂还有工作团队 有衍生出来的摄影社 老师们带着他们去宜蘭的山上 拍全世界最小的蜻蜓 小红蜓蜓 那时候三四年的时候 我们学生是用数位单眼相机在进行摄影教学 这是非常难的 全国大概只有我们小朋友是拿单眼相机 在上摄影课 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 那这些一切都是因为工作方的老师 城府国小老师捐出了奖金 所以说呢 有这样的奖金之后 孩子才有这样的机会 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荣耀 所以说今天呢 就利用这时间跟大家分享这短短的影片 谢谢 感动因为很多孩子跟家长一起来 感动的是大家是在那么愉悦的情绪之下 所以我听到感动一直哭耶 对啊 这个成果是属于大家的 我们做单纯就为了孩子 就那么简单的一个理由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说 大家就可以很尽心的投入 让我看到孩子很快乐 或是不管他紧张 至少我们给他一个机会 给他舞台能够出来表演 这是我们觉得最棒的地方 而摄影师的孩子们 以正义自己的成就 回报给最懂他们的老师 四哥鼓励啊 我觉得我看到这样的老师 我觉得不仅是尊敬 这比尊敬还要更觉得 当然因为老师啊 因材施教的话呢 不会把每个同学的 这个厉害得知 或者他成绩优劣 来评办这个小学的好玩 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读书嘛 对啊 说不定这样的摄影 培养出兴趣 下一位郎靖山就是其中之一 摄影大师就出现了 对不对 我们给谢老师掌声 好 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真的要谢谢这样的老师 掌声之中 是对谢老师的肯定 与认同 但那对谢老师来说 只是个过程 看到孩子们自信的成长 才是他最大的成就 他是一个单纯的国小老师 也是带着孩子们飞翔 给孩子们希望的 平行翅膀 所以他很能够去 让小朋友多方面 让学生多方面去尝试 然后会有 常常会有 很特别的 很令人惊喜的结果出来 其实他在教学上一个很大的特质 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充满教育热情的人 所以希望他以后呢 能够把这份热情跟热情 能够永续成一直下去 希望过经历他的教学经验 十个过程 能够给我们教育界啊 得了一番不一样的感受 然后截取那些教学上更加不一样的地方 希望小朋友能够得更多 虽然是终于拿下机 但是我们毕业还是会回来 跟老师一起去拍照 谢谢老师 这次变迫我也很想跟老师说真的 谢谢啊 谢谢他教我们 Serve 我觉得我心不痛的教育就是说 相信孩子 给孩子机会 不管他的背景是什么样子 不管他的学习能力是什么样子 他都能够得到属于他最好的一个方式 让他来学习 所以我觉得教育对我来讲就是 看到孩子乐于学习且快乐的笑容 还有那种自信又灿烂的那种表情 这是我觉得是一种最棒的感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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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